修拉把印移入我们眼中的光色 变成几种基本的原色 在画面上用无数细小的色点把它表现出来 因而被扣人称为点苗派 荣耀是分析色彩的小笔柱 新印象的新印象派更加细腻 更去装饰风 这幅画是新印象派的一个版本 修拉为了制作这一幅剧画 花了两年的时间 400多部的素描案搞颜色效果不增 为了是让颜色更准确 在画面上一共有40个人物 但每一个人物都是画家经过文之息的构图而成 他们好像彼此没有关系的摆在一起 但画上却充满一种敏静的资讯 他的画画有格兰特加特的一天 还有阿尼埃尔的浴潮 他在晚早的星期日下午跟 操动五个粉叉的女人和女模特儿 马戏团 1860年代 修拉的童年所留下的记录并不多 1870年代开始习惯 并受到布林布兰哈佛朗西斯科的影响 1880年代 修拉补义 补了一年并役后 回到巴黎并有了自己的画饰 这也是他开始练习点苗作品的重要十年 一开始他先练习无色彩的绘画 接着开始画大型的点苗作 1880年代后期 他搬到了一个安静的画室 而且有了一个模特儿女友 1891年 长子出生后不久 修拉死于白猴 享年31岁 上在巴黎巴黎 巴黎 我收集或访问的人是修拉 他发展的兴趣是点缘化 我对他发展兴趣 走过前兴趣是深刻的事 他挂那个大晚上的兴趣是笑 他对我的起发是 我不知道